如果有一天,你突然发现周围的人对你漠不关心,你在与别人交流时,找不到共同的话题,别人故意避开你,你心里就会有一种孤独感,取悦他人,融入我们周围的小团体,并找到归属感,似乎是人类的天性。 从本质上讲,人们害怕孤独,相挤到繁忙的地方,事实上,如果你主动与他人相处,你会让自己谦逊,让他人傲慢,互联网上有这样一句话,不要强迫不属于你的群体,这不是你的菜,不要伸出筷子,与其善与交际,不如做好以下三件事,哪三件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,不去怨恨任何人,当你被孤立时,责怪他人,抱怨社会,发泄情绪,取悦和推销你的良好行为是没有用的,最好冷静地审视自己,从无数的人际关系中找出自己的缺点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由于利益的分配和感情的交流,会有不同的圈子,在这些圈子里,每个人都在共同努力做一些事情,当圈子的发展方向满足社会家庭的发展要求时,他会逐渐扩大,排斥一些不合适的人,加入这个圈子会带来认同感,归属感和幸福感。 一旦被踢出圈子,就会有失落感和孤独感。古人说,道不同不相为谋,不是同路的人,注定要分别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 被孤立往往与以下原因分不开,第一,我非常孤独和自大,感到自大,认为自己的水平特别高,第二,内心自尊心很低,不敢与任何人交流,第三,非常自私的人,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。 第四,真正优秀的人往往被嫉妒和故意排斥,第五,习惯独处的人鄙视圈子,责备别人总比责备自己好,分析具体情况。 当你找到被孤立的原因时,你就不会担心独自行走,也不知道将来该做什么,如果你把人际关系搞砸了,如果你以后多对症下药,你自然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,努力让自己变得有价值。 街上的老鼠,表面上的一群老鼠,实际上,它们走自己的路,当有人赶走老鼠时,它们四处乱跑,互不帮助。 低层次的圈子,就像一群老鼠,聚在一起做低端的事情,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利益。 因此,宁愿被孤立,也不愿融入低级圈子,你可以让自己变得优秀。 吸引有价值的人 例如,在单位里,你的同事会把你挤出去,不时地给你穿上小鞋子,你不必心烦意乱,冷静下来,努力工作,加强学习。 当你有足够的成就和能力时,你可以选择换工作,得到老板的赏识,并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。 当你走到高处时,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会抬头看你,你的价值越高,你的生活就会越活跃,你仍然有选择与谁交往的余地。 积极调整心态。 庄子,天下里写道,独与天地精神往来。 只有当一个人独自一人时,他才能心平气和地成长。 无论我们出生在哪里,如何成长,爱谁,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孤独。 即使是和你在一起快乐的爱人,也不能和你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。 当你了解生活,你就不会担心是否和群,如果只有阴影,又有什么关系。 红尘中,你若盛开,蝴蝶自来。 我们要做的是,面对孤独,而不是拼命和群,那些利益化的圈子,不加入,也罢。 当然,不追求和群的人一生中,也会有三五个朋友。 当他们在一起时,他们不想要利益,而是互相帮助。 靠近步很热门的上司,蔡根坛里写道,处事让一步为高。 退步及进步的章本,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都很低调,也不喜欢凑热闹,因为他知道,靠人脉,不如靠实力。 当自己群衣未封的时候,就躲在一边,静观其变,即便被人羞辱一番,也不会大声反驳。 任何单位,同一个级别的上司,有好几个,并且上司也分三六九的,如果原来结交的上司不太喜欢你,那么你就是拼命巴结,也没有用了。 有这样一句话,一个人的身边,位置就那么多,如果有人要加入,就要让原来的人退出去一位。 没错,你就是那个被退出的人。 冷静下来,观察一番,就会发现,有的上司,身边很少有追捧的人,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努力,从某种角度来看,他也是处于被退出的状态,你要主动和他结交,并且竭尽所能,帮助他,留下一张可能用得着的感情牌。 识别三日,当刮目相待,当冷门的上司高升之后,你也可以紧跟其后,上升一步。 做人,主动退步,其实是进步的开始,只有那些没有远见的人,才喜欢凑热闹,并且瞧不起那些默默无闻的人,做好另谋高就的打算。 俗话说,此处不留爷。 自有留爷处,要懂得,对于不伤害你的人,最好的报复,不是自爱自怨,也不是和他们怼着干,而是让自己特别优秀,导致他们追悔莫及。 我的一个朋友阿浩,在县城一家企业上班,本来企业里有一位股东是他的表舅,同事们不看僧面看佛面,会关照阿浩。 前年冬天,阿浩的表舅退股了,阿浩身边的同事一哄而散,对他的态度变成了爱理不理。 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人,也没有了同事的追捧,阿浩没有急躁不安,而是一门心思读书。 上个月,阿浩提出了辞职,因为他拿到了好几个资格证,深圳几家大企业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。 昔日对他不友善的同事,羡慕不已,想要请阿浩吃饭,却遭到了拒绝,真是自讨没趣。 有时候,你应该这样想,别人孤立了你,不一定是你的错,而是你一开始就入错了群,需要劫心尽力地调整自己,找到合适的群,往高处走,肯定没有错。 在人际交往中,有一种智慧叫做寒宫烧香,尊敬那些不受欢迎的人,就是给自己留一条路。 河流以东三十年,河流以西三十年,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,谁会变得有用,最好是看着变化,不要冒犯任何人,给孤立的人一个拥抱。 虽然你的好意很小,但在关键时刻,你的好意将被终生铭记,几年后,当别人站起来的时候,你会有很好的人脉,如果别人不站起来,你也不会输。 卡内基,人际关系硕士,他认为,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%归功于他的专业技术,另外85%取决于人际和外部技能。 软或硬是相对的,专业技术是硬技能,处理人际关系的交际能力是软技能。 做钢需要好铁匠,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,他们是否能融入适当的圈子,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自己。 如果你有硬技能,即使你是孤立的,你也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炉子,拉一个模型圈。 但是如果你做得好,不要问你的未来,当你处于低谷时,你可以抱怨,但抱怨之后,你必须站起来继续。 你的坚强就是光芒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。